名人愛車 郭彥均重逢老友 海淘兩百萬買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彥均 這台就是我今年買給自己 還有我跟我老婆 在十周年的生日禮物 如果你要上我的車子 你可以在上面大肆地吃東西 都可以 但是就是不要在上面 醜鹽 汗臭味太重也不要上來 我們本來沒有要換車的 然後我進來這個地方 就遇到我十年前的好朋友 情千十年前 就買下這台車子了 他可以幫我免費洗車 因為我是不洗車的人 但我是髒到那種 我老婆要去開車門的時候 會先鋪一張衛生紙在上面 然後再去拉那個車門 我如果要出國的話 他可以去幫我把車子拿去停 買到一個行動停車場 業績是一時的 友情是永遠的 郭彥均對你朋友好一點好嗎 而且明明你換車 還有另一個考量 其實因為我以前都開國產車 然後有一次拋錨之後 在高架橋一下來之後 不到十公尺就整個停電拋錨 我就跟偉山說完蛋了 這個如果他再提前十分鐘熄火 我們可能就危險 那個時候我們就真的發現到 車子的安全性非常非常的重要 雖然有多花一點錢 買好一點的車 可是對生命來說是無價 蘋果有人 我可以親一親去當代言人了 我爸打